小小的房间内放着一个不锈钢锅 里面还有钢烧过的黑炭 地上散落各种家用杂物 再看看房间 一张简陋的双人床 旁边的窗户还用木板挡住窗口 这是一家三口住的简陋房屋 看得出家境相当清寒 通过电话通报 只是我们小康内发生 有人烧炭自杀的案件 我们透过电话指定通报地点 找到了这个处处 就在国庆日当天 屋主单亲妈妈带着两个儿子 疑似烧炭离世 经济状况不好的一家三口 母亲失业在家 只靠16岁的儿子 打工赚取的2万块 供全家过生活 还有个弟弟在念书 意味发生当天 就是举国欢庆的国庆日 当时大儿子传讯息 给同学诉苦说 生活好累 接着就开始告别 同学惊觉不对劲 赶紧报警 警方进到狭小的屋内 看见破烂的窗帘 以及斑驳的墙壁 一家三口 依次生活过不下去 妈妈选在国庆日这天 带着两个宝贝儿子离世 去年的国庆廉价 也发生两名男童 落水逆弊的悲剧 两名分别4岁跟1岁的男童 被阿公带去河边游玩 却不慎落水 当时阿公跳下去想救孙子 但两个孙子就上岸来 都已经失去生命迹象 送医后仍然宣告不治 明明是欢度国庆的双十廉价 却发生悲剧 天伦梦碎令人不声唏嘘 解刘讲刘一璇 台湾报道 Orig 而国庆去玉岛 我们